字幕志愿者 李希侃 全民制作人大家好 我是李希侃 然後你們給我寄的信 我收到了 通過泡泡社區 那我就先開始讀了 順序讀沒關係吧 李希侃 吐了偶像練習生李希侃 老大 這次很可惜 沒有去現場看你 挺傷心的 單說寫信吧 激動挺久 但寫的時候也不知道該寫什麼 其實我想做坎坎的大熊呢 像保護安琪拉一樣保護著坎坎 越努力越幸運 老大加油 小龍蝦 山蕉鳳爪 2018 1月16號 你說你這麼大一張紙 你不寫多一點嗎 很浪費的啊 這 下 第一棒 接下來的不會多那麼少吧 第二棒 誒 坎坎 又是坎坎 認識你已經三年了 也喜歡你三年了 從默默地看著你 到和你有小小的互動 再到現在可以給你寫信 哈哈哈哈 拍這三個哈真的是 畢竟不知道你的地址 要是知道早就衝過來找你了 來猜猜我是誰 猜對了也沒獎勵 那我猜幹嘛 不過你應該知道吧 來點提示 比如DIY相冊 經常黑你 偶爾來點小感動 有很多的小視頻 你覺得我猜得出來嗎 黑我的人那麼多 如果還是不知道 直接看名字吧 小豆芽 你都寫出來讓我猜幹嘛 手動再見 拜拜 廢話了那麼多 該說說心裡話了 第一眼見到你的時候 你給我的感覺就是 這個男生眼睛裡有星星很好看 慢慢開始關注你 有眼光 欸他今天唱歌了 他今天出去玩了 今天沒有看見他的動態 今天他講的鬼故事一點也不可怕 那我講這個鬼故事到底幹嘛呢 再慢慢的會去想 欸他今天會幹嘛 會發什麼動態呢 後來去群裡接觸到你 發現原來你真的很暖 很逗很可愛 我不應該是很高很冷很高冷嗎 再後來喜歡怼你黑你 覺得看著你生 生氣的樣子很可愛 生氣的樣子你都看得到 然後發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就是經常怼你和黑你 但是我也是很可愛的好嗎 比如生日祝福 高考的加油打氣 製作的視頻製作的相冊 對你還欠我們小龍蝦一個成年禮的見面會 禮字都寫錯了 你寫成裡面的禮了 以後記得補回來 名字我都想好了 李希侃粉絲見面會 矮馬後面全忘了 算了算了搭辦結束 這封信帶著口音你知道嗎 看照顧好自己 你身後的小龍蝦們 永遠在永遠支持你 前面的路還很長 我們陪你一起走 看看加油 越努力越幸運 站在屬於你的舞台上發光發亮吧 別忘了常回家看看 迷之最後一陣 我會了會常回家看看的 小豆鴨 2018年1月13日 熟悉的ID 看著像紅包一樣 嗯 李希侃爹是什麼鬼 可能長得比較閒老吧 我有不祥的預感 天啊全都是問題 一條兩條 總共13條 不對 多少條 算了 劉海 為什麼永遠眨眼睛 是不是覺得那樣很迷人 這個我要怎麼說呢 我眼睛這麼小 真的眨不進去了 其實 冬天還是夏天 你是在問我的性格是哪樣嗎 我覺得我是秋天 嗯 怎麼形容自己 酷帥性感可愛甜奶有趣 酷帥性感吧 賊性感 拍你的人如果後退在機場摔倒 你是先關心他還是先關心他的相機 都挺貴的 比你大幾歲的少女仙女姐姐們 叫你哥哥可以還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反正我長得偕老 能不能哪天再跳一次戲 喜歡你開頭的動作 那我得跟張 張屁底好好學學再跳 想聽你唱一首甜蜜的歌 比如寵愛 我只想給你給你寵愛 忘了 我 我覺得你眼睛不小 祝你出道 不管怎麼樣都會在你身邊 就算不能說永遠 起碼陪你走個三年還沒問題 相遇即是緣 來自1998 4月11 我生日欸 給我簽個名吧 這是什麼鬼 我會給你簽啊 但我不會寄回去 接下來 哇 哇 哇字數很多欸 你好 我是你的小迷妹 雖然按照年齡來說 我不應該是迷妹了 暴露年齡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的內心 住著一位永遠18歲的小工具 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永遠做你的迷妹了 還畫了個表情 第一次見到你是在2018年1月10號 偶然間看到了你跳舞的視頻 然後說好 再也不熬夜的我 又一次熬夜到凌晨 你跳舞的樣子直擊我的靈魂 太帥了 哦 然後我順時搜到了 你住 你 看不行 自我介紹的視頻 看到那個視頻的時間 是我決定奮不顧身 犯上 犯上你的時間 想與你朝夕相處 也想陪伴你萬年 頂多三十年就膩了好嗎 你說你的眼睛有點小 但是我覺得她剛剛好 押韻欸 我剛剛好透過她 看到了專屬於你的色彩 喜歡她 所以你也不要嫌棄她 比心 哇這個心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畫得比我還醜的 我想對你說 看看 你是溫暖的春天 融化我周圍的冰雪 我溫暖 溫柔的少年啊 願你事事得償所願 而我們會做你堅實的後盾 現在的我 在將來會是你千萬粉絲中 千萬 搞顧我了 這平凡的一個 但是平凡的我遇到了 不平凡的你 所以我的人生註定不會飄 哦 平凡 你還寫得太近了 像飄一樣 加油支持你 為你打扣一輩子 你的迷妹 迷生 哦 迷生 你綠 日期二零一把 音樂西走